這是我的隊友們 頭髮夠 聽說沒有壓力嗎 太陽出來了 超級賽 大腿內側 快抽筋啦 3.030 3.030嗎 這是我的隊友們 游泳第一棒SAM 第二棒歐巴 腳踏車 3.030 我是最後一棒 這是簽生死狀的概念 耶 OK YO 大家早安 今天是3月6號 我們要來參加Ironman 703接力 我的隊友們 已經在前面準備了 今天的出發時間是6點05分 然後 今天我們是參與接力賽的項目 我個人是跑步 然後我的第一棒夥伴 也就是SAM 謝神彥 他已經在第一排準備了 超級緊張 第二棒呢 是GoFuR Moza的歐巴 那他也在接力區準備 因為 預計啦 SAM大概可能會只花25到30分鐘 所以其實超級快 等下我們看完他 跳水之後 我們就準備去接力區等他了 OK 希望我們今天的 113賽事當中 我要完成的半馬賽事 可以順利完成 今天算是真的壓力三大 因為 這一隊啊 就是非常的 有謝神彥 SAM哥的光環加持 所以整個壓力超大 希望等一下可以不要拖累他太久 我們已經看到賽事已經開始了 SAM目前啦 應該在第一集團領先中 他們現在在最遠最遠處那邊 就是即將通過應該是倒數第二個浮球 距離目標 總共是1900公尺的距離當中 看起來快要過半了 現在總共過了10分鐘左右 待會 好緊張 SAM來了SAM來了 目前占軍第二名 哇塞 太緊張了吧 這麼快速 這樣讓我壓力很大 加油 加油 歐巴勾 是是是是 太快了啊 沒有壓力 這樣我壓力很大 你這麼快上來 哇塞 沒有壓力很大 太強了 我剛剛跟歐巴說好 我說他出發就騎慢一點 這樣我就沒有那麼大壓力 他出發就順風了 他應該會騎快 好好好 期待 我喘一下 休息一下 OK 我們的夥伴出發了 歐巴第二棒 他總要騎乘90公里的距離 剛剛SAM在第一棒游泳 大概只游了 應該是25-26分鐘左右 超級快速 然後現在歐巴出去騎90公里 預計啦 我們剛剛 賽前 研理好 大概是騎兩個半小時 所以 距離 等一下我要出發 大概會兩個半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會先回去稍微整理一下東西 然後等一下準備過來 換我接棒 參與21K的賽事 現在已經是9點整 9點05分 我們的歐巴 應該已經快要騎乘完成 現在已經越來越熱 但是準備哄我出發了 目前 我們 好像是 第二名 因為已經有看到 一對接力族的出發 期待我們歐巴回來 歐巴 太快了啦 進來 進來 有名字嗎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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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不是說沒有壓力嗎 沒有壓力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出發出發 GOGOGO 後往出發 我的半馬賽事 今天目標 前面 大概先用5分數起跑 然後後面看狀況 我們再稍微的 調整配速和加速 4分50 前面都是個人組的選手 他們好強啊 9點出啊 真的是 有點熱啊 加油 希望不要讓我們隊友等太久 我們一出發 就要準備跑進活水湖 繞活水湖一圈之後 出到森林公園 然後繞一圈 再往 馬亨亨大道 總共繞行兩次 但活水湖這邊沿岸只跑一圈而已 超遠的 我們在活水湖底啊 現在先 繞行活水湖一圈 已經 剛剛游到這裡了 太遠了吧 DK 4分35 有一點點小超速 今天偏熱 所以我們會先抓 4分半到5分的配速就好 不要太快 繞行一圈後 我們就 要到森林公園裡面 這邊開始就要總共跑兩圈的距離 加油 加油 謝謝 2公里 剛剛第二K 第二K4分27秒 差不多秒數 先用4分半試試 第三K4分52 慢慢回到目標配速 前面有點太快了 然後現在在森林公園 上上下下 所以保守的地方比較好 第4K 4分42 太陽出來了 超級賽 今天因為太熱 平均心率有點偏高 所以 需要保守一點 前面要稍微再慢一點點 不然怕後面會跑不完 太陽出來了 第一趟回傳點 4.8 第5K 10分41 哇 好熱啊今天 希望可以 目標5分內完成 今天的半馬賽斯 4分34 第6K 今天的心跳前半程 目前來講真的有點偏高 都180 多 對我來講已經快到2到3區了 有點辛苦 所以 強度可能稍微調整一下 加油 降溫一下 實在是太熱了 第7K 10分38 剛剛經過 我們聯合的大會終點 現在要往外面 馬虎虎大大跑出去 加油 加油 你們加油 謝謝 第8K 4分43秒 我今天狀況不是很好 跑到頭好痛 太熱了 好 第一趟 只要翻點 目前9.3 還有 12公里左右 太热了 很像水 实在受不了 这天气 第十开四中五十六 准备进入第二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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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二开 四中子 只有九中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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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公里 五分零七 到了 第二次的 火水湖整班點 你是我的教練 你是我的教練 好累 加油 好累 哦 有点凹 consuming 泡水 있 超能力 好 hull 好像快点 我会 baş закон 第四5K 4分19 最後6公里 好熱 最後5公里了 最後2.5K了 大腿內側 快抽筋了 走囉 第20K 5分09 剩最後一公里了 到終點再講了 ıyoruz 體驗 客人 yeah 到了到了 久等了 哇! 哇! 一個下距離 一個下距離 聖誕! 聖誕!終點! 哇! 好累喔! 耶! 有有有 他們的團名非常騙人 叫我們都沒練 就有一天好像12月吧 然後突然我就收到Sam的消息 誒那個3月有沒有空 要跑一場半馬接力這樣 我就說蛤?真的要找我嗎? 我會拖累大家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想了很多天 我記得我兩三天後才跟他說 可是我要就是 耶!完賽! 我們最後一項 總共跑了 最後時間是102分58秒 均速好像是4分50左右吧 4分55 今天真的跑起來非常辛苦 因為太熱 我出發的時候已經9點了 現在已經是11點多 跑到後段 瘋狂瘋狂抽筋 而且很好笑的是我在 第二圈的時候 從這邊過去到底 應該剩下10公里左右 已經看到第三名 我壓力超大 還好最後沒有被追上 應該我們是第二名 然後總排好像是第9 第一次接力接了壓力這麼大 接下來下一場賽事 應該就會是三月底 有一場我自己的AXTERRA 越野兩項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沒錯!這次你們看到 我參加Ironman這次的跑鞋呢 也就是穿著這個 HOLKA最新的 CARBON X3的這雙跑鞋 這雙探訓的跑鞋 跟我自己在前陣子實測的 這雙X2最大最大的差別呢 我自己跑起來覺得腳感 蠻明顯有差異的 因為在上一雙X2的這個跑鞋 它其實是比較 底跑起來是比較硬派的 所以跑起來不太容易有彎折的感覺 那實際跑到後面的時候 如果速度不夠快 就像上支影片有講到的 可能會沒有這麼友善 還沒看可以點這邊 那這次的這雙跑鞋呢 我覺得改善蠻多比較厲害的地方 是第一個 它的重量有稍微變輕了 然後第二個是 它的PROFILE的X中底是全新設計的 那下一個比較特色的地方 我覺得很明顯是 上一代我們有講到 就是在鞋面的部分 第二代的部分呢 它其實是 比較網步的設計 透氣效果來的沒有那麼顯著 但我覺得這一戰 非常非常明顯 因為我去跑Ironman的時候 超級熱的 一直淋水 其實鞋子都濕的情況下 跑沒多久 這個鞋子就乾了 就是沒有很明顯 會有那種非常不舒服 然後整雙鞋很重的感覺 它的透氣效果其實是非常顯著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跑起來 它的這個推進感受 它不會硬派到讓你凹不下去 所以這個推進感也不會 不舒服到那種讓你覺得 哇 它好推好難駕馭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 整體來講 對於跟二代的差別 我覺得是有蠻明顯的進步的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可以隨時更新我們的最新資訊喔 我是你的家楊哲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